我的一个粉丝又不知道从哪看来的这一套凯的出装和名文 说是什么凯用了这套出装一刀伤害一万五 说你又开始做梦了 他还不信 非要让我亲自试一试 不试一试他还生气了 那没办法了 作为我这么宠粉的人 粉丝生气我当然不好受了 所以我就提前设置好了出装和名文 我就来试一试 究竟有没有一万五的伤害这一套出装 也让他清楚的看一看 网上什么出装别瞎信 我这一来到线上我就发现问题了兄弟们 出bug了 对面的狂铁竟然隐身了 我看不到他的人了 我只能看见一个红圈在打我 这种隐形的压力 让我这局玩的还有点小害怕 但是虽然他隐身了 我还是凭借着我自身的意念 一刀就把他咔嚓 这虐他不跟虐着玩似的 这名文看着伤害我们也看不出来 伤害数字也不显示 我不知道其他的人物也是不是隐身了 我们待会再看 这边我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下路 来到下路我就铠甲合体 摆出我的大刀 一下子就把刘扇打残血了 而对面的射手呢 也隐身了 我看不到他 只好去追刘扇 一个斩杀 把他拿下 回头再来一个二技能 哗嚓一刀 再加一个普通攻击 顺利拿下公孙黎 二连击破 隐身的我也杀 这波看来前期这套装备还不错 伤害有七八百了 兄弟们 我在上路干活的时候 对面的辅助又来了 一下子就把我崩飞了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仇 这么大的黑 崩飞我他还开了个大招 那我呢 夸插砍他一刀 作为回礼 不过分吧 一刀暴击 那就是八百零八呀 把他砍成残血 他就想回家 我越过一座防御团 夸插一个终结 把他拿下 然后我们再回头 追击公孙黎 他把我击退了 击退了 我又看见了蓝联王 回头夸插给他一刀 一千三百五十四的暴击 两刀直接让他回家 我的天哪 现在这个伤害高了 现在比赛才六分钟 就有一千多的暴击了 可谓是相当的之恐怖 这套出装 中期伤害一两千 暴击击率也挺高 打个脆皮什么的 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到了后期 伤害能不能真的达到一万 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呢 来到了十分钟 也算是中后期了 此时我们砍小兵的伤害 一下子就来到了三千多呀 兄弟们 那三千多的暴击 砍人还得了 恰巧 见在此时对面 过来追我 我回头就开启大招 一个暴击 那就是两千多 拖旋手里面 夸他一刀 我们先拿一个二连击破 对着蓝灵王 又是夸他一刀 射手一刀 那就是两千四 直接擦血 一个斩杀四连超凡 我的天哪 这个伤害虽说没有一万五 但是已经非常震撼了 要知道一个射手的血量 也就三四千 你这一刀 那就是两三千 两刀直接卡长 已经算是很高了 大家可以去试试这刀出装 虽说没有一万五 这么高的伤害 但是玩玩娱乐局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现在是一刀 你这刀 你这刀